好了,今天再说第五个,也是最后一个,就是其实得到一个,但是这个消息说实话,我到现在我还没有确认,我到现在没有确认,我会经过确认之后再详细的说这个事就是很多的公出号或者自媒体,好像是有一些红头文件了,或者一些说了要求以后再评论什么政治啊,军事啊,经济啊,外交的这些事的时候,需要呢,是互联网新闻细细服务的 上网证,许可证,他才能报道这些事,才能上网发,我觉得这个,我觉得挺逗的,你们懂吗,这老百姓说点事,为什么还要上网证啊,全世界我觉得朝鲜都没有上网证,因为就没有网,对吧,那咱们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,也是世界经济大国了,对吧,咱们身为一个五大常任世界常任历史国,又是一个高度的自由民主的国家,咱们那么好, 为什么要有一个上网服务什么许可证啊,其实我有很多疑问,但是,这件事现在呢,没有落实,也没有垂直,所以呢,我等进一步的发展,如果有了,我会报道出来,如果没有,那这件事就确实没有了,如果有的话,我觉得,我的认为就可笑,这谁想的主意啊,对吧,大家有不同的声音都要出来,我们都是爱国,都是爱政府,都是支持,都是用户, 啊,呃,监督政府嘛,政府有一些,有一些,呃,不作为啊,有一些缺陷,我们合理的提出来,都是为了我们国家好,我们人民好,我们政府好,所以这事呢,看,这事得看,所以今天我主要就是,把近期,我看了很多外网,报道了很多事,说这个很危险什么的, 我呢,给大家呢,也是说出来之后呢,给大家,告大家,有没有后续的结果,很,很不错,我们很不错的看到了,比如说信访局那个董事明,现在呢,被停职,开始调查了,纪委,也看到了石家庄那个捆备书上的老人,现在那个当地的村的干部呢,也被停职,开始调查了,这是,我觉得还是比较欣喜的,完了之后,辱骂村师傅,草包那个,现在呢,也是要求国家赔偿了,那么警方,其实出了一半的解释,还有一半, 咱们也要看,但是万幸,其实,有关部门也报道了正面的,也不错嘛,也不错嘛,其实很多人说,啊,东哥,这就你高兴了,这他妈你就觉得怎么着了,行了,兄弟,我操,还怎么着啊,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呀,你要什么自行车呀,行了,不死就行了,哎呀,就是跟大家的,跟大家要聊的,其实还有说好多,有些时候,我欲说还休,为什么呢, 其实我也在这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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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油管上跟大家提个醒,啊,尤其是油管的一些主播嘛,或者说,看油管的朋友们,东哥呢,好意的给大家提个醒,东哥是好意的,啊,听说啊,听说,今年呢,是建党一百周年,啊,伟大的中国共产党,这是建党一百周年,所以呢, 所以呢,在各个的,啊,位置上发声的时候,希望大家说话小心一点,首先东哥呢,要自律,啊,东哥不想死,东哥自律,所以我说话就要小心,啊,我说话就要小心, 不该说的事,不说,该说的事,尽量少说,不得已必须说的事呢,别想聊聊,好了,很多国外的朋友们,没事,我们在国外呢,不怕这个呢,哎呀,兄弟,哎呀,你,你,你是没见过呀,你是没,你是不懂啊,祝你好运,还是要小心,啊, 国内的这些,今年基本上说话都得小心,尤其是我,当然,东哥,如果要说的话,一定是实话实说,如果不能说,很多网友说,东哥,你评价一下这件事,评价这个规定,评价这个事怎么回事,你得批评骂一下,东哥一旦敢说,那我就想清楚了,我会说,一旦不说,我希望大家呢,就嘴下留情,我真怕死,我真的不想出事,实话,我还有我的梦想呢,对吧,每人都有梦想,我梦想实现了一些, 我还有新的梦想,我想重新站起来,走,我还是武林圈的人,我还要做武林的事,我想,可是,很多东哥,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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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解封了,扯淡,啊,你们记住了,扯淡,不可能